基督長老教會 嚴重民主 宣教委員會 但是我們有一位老公司 掌聲鼓勵 來吃一點一點 從過去的單一語言來看的話 它其實讓單一語言背後的精神 它就是童話政策 那童話政策就是說讓其他的語言 不准再表現出來 就是被壓制甚至被消滅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國語才是唯一的國家語言 是當時候 所以原住民族語就在這個情況 這個情境底下 它變成了一個私語的 就是它經歷了很大的一個 語言的一個轉換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草案修正通過 敲下議事槌正式三讀通過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法案中第一條確認 原住民族語言是國家語言的地位 隔年107年12月 國家語言發展法三讀通過 其中第九條明定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英語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 將國家語言列為布定課程 象徵著原住民族語言的教學 將從國小延伸至國中高中 並且最快在民國111年正式實施 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 歷經和西明清日據時期至國民政府 長期的殖民語言及國語化政策影響 讓許多族語濒臨滅絕 西元1987年解嚴後 國家興起原住民族語言附贈的風潮 開始從政策面來推行族語附贈 並在2001年教育部正式實施 鄉土語言納入正式課程中 那為什麼要做族語附贈 它一定是族語面臨了消失的危機 我們叫做兵臨危機的語言 那兵臨危機的語言全球有兩千多種 那台灣就有二十四種 那這二十四種呢 有它有程度的上面的差別 那大概有八種已經消失了 也就是所謂的平腐族的語言 應該是十種啦 八到十種已經消失了 那麼十六族的語言呢 都是平為語言 包括像少族 它是極度平為 那最嚴重的一個情況下 大概是在民國70年代到80年代 就是現在民國60年 革命國70年出生的這一批小孩子 那我常常把這一批人叫做施語的世代 所以本來一般的母語 就是都可以是在家庭 就可以去就是去傳承的 但是我們原住民的那個語言 就是快速流失 現在絕大多數的原住民的父母親 在當父母親的這一代 三四十歲的這一代 是被剝奪的這一代 當絕大多數的原住民 沒有辦法使用竹魚的時候 我們怎麼認為說 他在家裡可以把竹魚當母語 來交給下一代 今天不是義式的問題 今天不是他要和不要的問題 他是能和不能的問題 他既然不能了 那你要說家庭要去負擔這個責任 說要把這個竹魚 在家裡面去傳遞下去 這件事情就是一種自殺 過去叫謀殺 我們用政策去謀殺了這個語言跟文化 現在你認為這個語言 應該要回去教這件事情 就是你要讓原住民繼續自殺 注意 注意看 注意看喔 原住民族語言快速流失 在生活中 在家庭中 不再是族人溝通語言的第一選擇 過去殖民政府從教育著手 改變語言的使用習慣 現在原住民族社會大聲疾呼 語言從哪裡消失 就要從哪裡救回來 全國軍事實上 第一組是第一組 第三組 為彰顯國家語言平等的理念 並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 國家教育院啟動12年國教 相關課程綱要修訂工作 將國家語言列為不定課程 排入國中及高中階段 按照目前國教院規劃 7到9年級 將安排每週一節的必修課程 但部分課程委員認為 這將排擠其他課程 也可能為學生帶來負擔 因此會中也在提出三個方案 分別是維持原案 或只剩7年級必修 8到9年級改成選修等方式 但經過數週討論 有四名委員先是退席抗議 之後選擇請辭 這件事情來說 對於我們也許不是在學校的 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 可是我們很清楚 那個感覺就是再次把你剝奪掉 我認為那個過程粗暴到說 你就是要捂住我們孩子的嘴巴 他沒有辦法繼續再說話 你的家在哪裡 我們是我們的語言 這句話的意思是 當我開始使用這個語言的時候 那就是我了 人家很清楚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清楚你是誰的 我不需要解釋一長串說我是誰 我不需要把護口名簿拿出來 告訴你說我是誰 我說話就已經表達了我是誰 可能高中端的老師 他們並沒有去版本主語 但是他們只是不太能夠理解 比如說我們族語的這種存亡危機的這個迫切性 所以他們總以為說 國一上族語課就夠了 然後國二國三國三國三 國一講坦白話就是不太夠用的 因為這樣子只有從現有的國小 六年往上退一年而已 我們是比較期待往上延伸三年 甚至到六加四 當次會議討論過程中 有部分的委員中途離席 不過因為出席委員人數 仍舊達到了法定的開會門檻 因此會議持續進行 會中針對國民中學的課程架構部分 因為還需要時間做充分的討論 因此會議決議先擱置相關議題 教育部尊重課審會的民主運作機制 後續也將持續依法進行課綱審議程序 回到課綱這件事情來說的話 你只是一個最低限度的回應法律上的要求 當一個孩子問你說 我為什麼國二就是八年級九年級 沒有足以可以修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去回覆說 學校其實是在尊重多元文化的 其實這個概念是很矛盾的 那學校又如何告訴原住民家長說 我們是很重視你們的語言跟文化的存在 又如何跟學校所有的人跟老師們說 我們其實應該要提供他們更大的空間跟條件 讓這些台灣的多元文化價值成為每一個人的能力 要進行立即的保障的措施 所以我們要說 我們要跟教育部說 針對接下來的不管是課綱 我覺得這一次是 是整個原民社會和教育界對話的一個好的機會 因為畢竟我們的整個語言和文化的流失 以前的學校系統 它有一定的角色在裡面 所以從轉型正義的角度 現在學校端這邊不管是哪一級的學校 它必須要有一種這樣的一個自我省察 自覺到說整個學校體制 以前是破壞原住民族文化的一個幫兇 那你現在要表示某一種族群平等 你要落實轉型正義 你要做一些彌補的話 學校端它可能態度要積極一點 有困難是在 可是我們待會該如何去做解決 大家可以盡量去做討論 抖課 抖課 抬照的時候也要抖課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要準備 準備今天的活動 有一個陳情 這樣的事件傳出 搶救族羽國高中必修 原住民教師聯盟發起搶救族羽行動 提出三大訴求 基於憲法增修條文 教育部應負起族羽傳承發展責任 維護原住民族學生族羽受教權 教育部應落實國家語言發展法 將族羽列為不定課程 國高中必修 且國中三年不間斷 並要求教育部 儘速執行既定政策 完成十二年課綱 法定審查程序 我們是一群來自各地的第一縣的 原住民的國高中老師 那我們今天站在這裡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站出來捍衛 為原住民孩子的族羽受教權 它是一個族羽課 它在落實原住民權力的一個課程 可是學校要有一個態度是 這個族羽課我要讓學校所有的學生 都認識這個族羽課 對 我們要讓這個社會的 新一代的台灣社會的公民 理解真正的多元文化是存在的 而不是隔離說那個 就把它分配說 你是阿美語的到那個教室 布農語到那個教室 明南語到那個教室 實際上那個小時 我們並沒有發揮它在教育整個學校 所有的成員包含老師 當教育工作者自己對多元文化 其實是末世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讓這個學校 能夠回應現在科剛再強調的一件事情 叫做自我認同 跟多元文化的尊重這件事 我希望大家可以更聽到學生的聲音 因為學生才是這個制度下被影響的人 最直接被影響的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多多聽聽學生的聲音 現在有多少國中生想要學族語卻沒有環境 而且礙於家裡可能也已經不會沒有在講母語了 爸爸媽媽也不會講的 所以是不是現在的教育更要提供一個族語的現場 族語的課程給學生 所以我們一定要支持族語保持必修 每週一節一小時實施 謝謝 我們其實就是國家語言 用霸凌的方式讓原住民的族語消失的這一代 我們這一代老師這一代家長 雖然我是老師但是我也是家長 其實我們已經不太會講自己的族語了 變成一個詩語的民族 一個族群沒有靈魂 就像行屍走肉 讓人家看不起 所以我們從小都有那種認同的污名感 害怕人家知道我們是原住民 當我們長大之後知道自己是原住民的時候 我們又無法用我們的身份證 主語來跟別人去說我們是原住民 這樣子的痛苦 這樣子內心的扭曲 我相信可能漢人朋友 非原住民朋友可能沒有辦法了解 原住民孩子從小的扭曲的那種痛苦 那我們現在成為老師 成為母親 我們很希望我們的孩子 下一代不要走我們相同的道路 我們希望他們是充滿自信的 目前也回到了我們課審大會在進行討論 那持續的在討論審議中 目前尚未進行決議 在教育部的配套措施運作當中 我們也在課審的進行當下 那積極的盤點我們所有的資源 那麼進行配套的規劃 那這些配套規劃就包含我們私資的賠力 教材的部分進行編編 那我們所有的配套措施的運行順暢 也有利於支持立憲依照未來的規定 去進行相關的開口 那對於家庭來說 過去的家庭為什麼會停止跟下一代說主語 主要是因為學校不准我們說 那學校連帶就影響家庭的選擇 那現在我們在強調原住民權力的時候 我們在伸張在倡議的是原住民新的 應該說在伸張倡議的是台灣的多元價值的時候 那家庭是不是能夠連帶感受到是 他是被尊重的 因為我們現在這群大學生 我們在學主語的路上已經跌跌撞撞 非常受傷了 我們要我們已經很努力很用力在學主語了 但是國中或是國小階段我們沒有接觸到主語課程 所以導致我們現在主學主語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我更不想要看到我們底下的弟弟妹妹 是跟我們一樣有這樣子的歷程 山中學來輕輕的提腳聲 那是祖先的驕傲 不管是黑的白的 不管是紅的綠的 不管是黑的黃的 都是原住民 我們是驕傲時代原住民 阿可 整個社會我們就要去推動說 不管是國民教育階段 或者是在終身教育這樣的一個階段 甚至學前教育 幼兒的教育的階段 都必須要喚起說 對這個社會大眾對本族語言 本土語言的共識 對這種認識 或者是它的 我們說它的這個積極性 就是說去維護它 去保存它 然後呢 進而多去使用它這樣的一個精神 這個理念是 應該是未來在推動這個語言政策 很重要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 政府也好 或者是民間也好 就是必須要去 不斷的去帶動這樣的一個運動 就是說族語的運動 用族語的運動 勒跟什麼 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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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就是要塑造一種趨勢 你不單要學主流社會的東西 我們同時又要學我們的語言和文化 你要在社會上爬的時候呢 這種雙文化能力 你比較能夠爬 從這個人性的角度去看 阿爸 餅 哇 巴黎 叫什麼 巴黎是什麼 看兩整個念 巴黎 哇 餅 都喊 那是什麼東西 彩虹 你們看過很長的 因為那個國家原法是規定111年就要上路 那111年上路的話 你看只剩下兩年的準備期 那那個課堂過之後 我們還要做那個課程手冊 那還有要編教材 然後還有老師的培訓 所以我們等於是教育部的師資培育 然後原民會的足語專職老師 原住民的足語的那個學習中心 然後呢大學端的那個足語 這些其實都已經在位了 就是差那個就是課綱 一個修改的一個微調通過之後 我們就全線上路 因為我們不能再等下去了 有沒有課綱裡面有沒有必修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學校裡面的問題 它會連帶影響到家庭 怎麼去思考自己的語言跟文化存在的價值 我們應該要從另外一個角度裡面 去思考這件事情 足語其實是很有能力的 因為當你會使用這個語言的時候 你其實是另外一個角度 在看這個世界的能力 所以當你學會兩個語言的時候 那是意味著是 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裡面 去看見一件事情 那個其實是叫能力的 所以大家不要陷入了 足語只是為了哪來溝通 或是保存文化而已 而是應該要讓它發揮在當代 當代的下一代看世界的能力 所以當你會足語這件事情 它可以滿足你的自我認同 跟表現自己是誰這件事情 教育部表示絕對會尊重 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精神和條文 逐步完成第九條的規定 也會在課綱審議中拉近彼此的認知 原住民族語言承載著一個族群的文化 絕對不只有溝通的功能 當學校成就了族語地位 奠定學習族語根基 進而影響的是家庭 還有整個大環境 對於多元文化的接受度和友善程度 政策影響語言傳承 大社會影響原住民說族語的勇氣 唯有彼此尊重才能建構出族群共融的那條路 1990年代開始的原住民族語言覆陣 到今年邁入30年 家庭 學校及社會大眾 對於語言傳承則無旁貸 因為當一個文化 成為眾人共同重視的資產 才能找到國家語言的真實存在價值 才能在這塊土地上生根茁壯